感谢观看,今天带来的是五指转身中的洛奇希泳装手办,定价3万日元寒税 像PET这个特别喜欢延期,动不动就延期个一两年的厂商 居然不延期就直接出货,还是比较让人出人意料的 这款手办可能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大比例了 我们拿出粘土人进行对比 这粘土人整个高,高度都没有到这个的身体的一半 所以说这次就是这个所谓的1比4大比例 我觉得食物摸起来还是非常震撼的 值得注意的是,开始预定和盒子上都说是1比3的比例 结果实际到手是1比4的比例 闹那么大个错误,肯定是公司要有人营救辞职了 首先先从最关键的面向开始看吧 这个面向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把原画那种妩媚感传达的非常到位 同时在原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修改 使得更加贴近动画里洛奇希的画风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妩媚感都是非常强的 个人觉得这是洛奇希手办里没有的 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嘛 但是头发的设计就有点不尽如人意了 首先是采用了一个透明件的形式 这个透明件只不过透的也不是特别多吧 就是尾端有点微微的透明 这我觉得还好 但是头发就是这个显示派的这个厂的功力有点不行了 就头发是肉肉的细节 包括这个麻花辫 整个细节都是肉肉的 像头皮上也没什么细节 然后带毛也是不可拆卸的 这个也是我估计是为了节约成文考虑 只不过是非常容易断 我的群里面已经有两个人带毛断了 我的这边已经有点微微发白了 所以说还是有点害怕的 做成可拆卸的这样不容易断多好 还附属了一个项链 只不过这个项链就是一个透明件 加上了点银色的涂装而已 这个项链本身是没有任何细节的 这是有点可惜的 还有一点必须要讲的 就是这次全身上下都是有手感器的 摸的是非常的顺滑 这个手感器是真的是一点都不环虎 是我目前所有手办里 我个人觉得手感器摸起来最舒服的 这点是必须得值得好评的 原话具有的肋骨细节 这里有所还原 只不过这个做在手办上实在是不好看 泳装也通过分件形式来体现了那种肋肉的感觉 这点还是不错的 产品还附属了一个地台 然后地台这边已经有两个手的凹槽 然后让你把手卡定去 个人觉得这个地台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沙滩的质感都非常好 而且更何况1比4的大比例手办 一般都是没有地台的 这个给了个地台 所以说对情景感来说都会有一定的增强吧 总的来说虽然有些问题 但个人觉得还是很推荐购入的 因为这款造型我个人觉得是相当出色的 不过其实以这么妇媚的一个形象出现 还是很难得意见的 再加上是五指转身 现在唯一的大比例手办 我觉得还是挺不可替代的 好了我是飞加里斯关注 可以看到全网最快追溯的手办模型名字 我们下期再见